丢了关后 为了避免牢狱之灾 米大舅一家四处打点 加上有心人为难 他们这些年唠叨的钱财 几乎花得精光 最后米大舅性命是保住了 也不用坐牢 一家老小却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带着的财产比刚来停渡周时还少些 可即使如此 米大舅也不甘心回老家去种田度日 反而带着一家老小上了京城 想着建南侯是他亲外甥 怎么也不会不管亲舅舅的 就算不管 他也可以死缠着建南侯府不放 侯府那么有钱 就算他三天两头过去打秋风 也足够吃香喝辣的了 相比之下 老家那边他多年未回 族人从来与他不和 米省之还隔着老远就写信来骂他 他为什么要回去看族人脸色 米老太太自然是赞成儿子决定的 当年儿子还未做官时 他们母子不正是这样靠着嫁入建南侯府的妓女 米氏过活的吗 可惜 他们到达京城的时候 建南侯赵伟还在江南呢 米肚之找上建南侯府 侯府门房的人却不肯放他一家进府住下 只答应收下他的名帖 虽然听说过自家小侯爷 还有个亲舅舅活着 但门房上当差的 没几个是旧仆 大多是赵伟席绝后才天的新人 无人认得米肚之 府中没有主人 万一来的是恶客 要如何收场 万一是个骗子 趁着主人不在家 来招摇撞骗的 那就更麻烦了 门房才不要冒这个险呢 答应收下明帖就不错了 若真是旧爷 等侯爷家来 自会上门请罪去 其实府中也不是没有旧仆 见过米家旧爷 但那毕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认不认得出人是一回事 知道赵家祖孙 与米氏娘家关系不好 又是一回事 十来年米家都不见有人上门 就算这回来的是真旧爷 主人家又不在 他们又何必多事呢 这米家旧爷从前就是个无赖 放他入了府 请神荣誉送神就难了 米肚之本想着上京后 一家老小就可以住进侯府 想富贵的 梦想就这么破碎了 他就算在人家大门前骂 正主不在家也不管用 没办法 他只好花自家的钱 在外城另了个小院 咱且住下 然后三天两头的 打发人来探厅建南侯府 主人回来了没有 可惜等到赵伟回京了 就立刻投入了工作中 日夜泡在刑部 大理寺这样的地方 协助审理堤坝案 每天早出晚归的 即使是休暮日 也没多少空闲 米肚之几次上门都扑了空 门房还是那句话 主人不在家 请他改日再来 米肚之心里是一把火 他不相信 他明铁都在建南侯府门房里 待了两个月 赵伟居然会不知道 明摆着就是在装糊涂 故意不见他这个亲舅舅罢了 既然外甥如此不知趣 那就别怪他这个舅舅 狠心不讲情面了 米肚之跑去茶馆里人多的地方 故意说赵伟的坏话 又听闻明知书馆的名声 特地跑到书馆大门口诉苦 可惜并没有什么用 明知书馆与建南侯府的名声好着呢 人家读书人都不爱搭理他 多说几句 人家打听得他的来历 知道是个因罪丢了关的 都看他不起 人人嘴上挂着忠君爱国 忠于职守的大道理 哪个要跟他这个没了前程的人为伍 即使米肚之 既出自己是建南侯亲舅舅的身份 也没几个人相信是赵伟做错了 反而因为米肚之藏头露脸的 故意在人前败坏赵伟的名声 别人都觉得他人品有问题 信不过 赵伟还不曾露脸呢 人人就帮着他指责起米肚之来 后者是有苦无处诉 等回了家 家人都惊恐万分 原来是大理寺来人了 要为他的案子 问些从前遗漏了的地方 还要搜索些 什么被他藏了起来的证据 几个差役 将他家租的院子 搜得一团乱 摔了一地的东西 凶神恶煞的又走了 米家人担心 使他的案子有反复 都慌成了一团 努力劝说他回老家去避一避 米肚之心里清楚 赵伟如今就在刑部 大理寺泡着 若真是愿意给他脸面 大理寺的差役 又怎敢找上门来 难道赵伟对此一无所知 看来这个外甥是真的挠了他 他不敢再造次 又不甘心就这么离开 便老老实实地在小院住着 再不敢到外头乱说话 也不敢再上 建南侯府的门了 当然 他并没有完全死心 心里想的是 总有一日能寻到机会 哄得外甥消了气 愿意帮他这个舅舅一把的 其实他求的也不多 只盼着能再做官就好 若能是个肥缺 那就更棒了 建南侯不是挣得皇上重用吗 这对他来说 就是一句话的事 难道这点小忙也不愿意帮舅舅吗 只是舅舅得了官 一定不会再来烦他 米肚之就抱着这样的心思 一直等呀等呀 只等到下去秋来 江南发了潮灾 张氏与赵秀祖尊俩 随广平王的船驾 回了京城 他便又起了别的念头 他们母子俩当年 都跟米氏的婆婆 张氏打过交道 知道这是个脾气软和 好说话的 就算赵伟心肠够硬 不肯帮舅舅一把 老亲家到张氏面前 哭诉一番 难道张氏还能不帮忙吗 米肚之又往建南侯府 递了名帖 并且很有心计地 将母亲米老太太的名帖 另行偷了去 他没料到 门房的人早得了赵伟吩咐 扣下了所有姓米的名帖 连姓葛的 也就是米老太太娘家姓氏 和姓周的米肚之妻子 娘家姓氏都不放过 另行禀报给了赵伟 再决定要不要递到内院去 张氏与赵秀压根就不知道 米肚之一家到了京城 又怎会见他们 米肚之天天在家急得发慌 一边着急还一边骂人 早知道赵伟如此冷酷无情 他还不如回老家算了 如今在京城住了将近一年 手中的积蓄涌得七七八八 再打不到建南侯府的秋风 他一家老小就得喝西北风去 此时想要回乡 路费也不够了 回了乡后也不能坐吃山空呀 直到消息传开 说米家女儿马上就要嫁进建南侯府了 这门亲事是亲上做亲 李光帝大学是左媒 建南侯为人毫不势力 凭他的身家人才 还愿意迎娶母亲娘家兄弟 米省之的千金为妻 实在是难得 云云 米肚之一听就炸了 米省之算哪根葱啊 论根建南侯赵伟的血缘亲书 米省之哪里比得上他米肚之亲近 如果赵伟是真有心要娶生母娘家的姑娘 那也该先轮着他的女儿米玉莲 这么一想 他就美滋滋的 若女儿真个做了建南侯夫人 他还愁没关可作吗 这门亲事 无论如何也不能叫米省之给抢了去 米肚之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才往米省之的住处递了明帖 虽然明知道真要议婚 他就该去找赵伟 可惜赵伟不鸟他 他也不敢去招惹赵伟 只能先捏一捏 看起来比较软的柿子米省之 米省之虽不乐意见他 但两人毕竟是一族里的兄弟 米肚之此时上门 多半是道贺来的 身受不打笑脸人 米省之也不会失了礼数 于是便把人请进了门 哪里想到 这米肚之进了门 不但没一点笑容 反而张口就骂 二堂兄也太卑鄙了吧 你的闺女嫁不出去了吗 竟要抢我闺女的亲事 当时小院里还有其他来道贺的客人 米省之也没提防 听他说出这么一番话 全都愣住了 米省之很快反应过来 勃然大怒 这是什么胡话 我女儿何曾抢了你女儿的亲事 米肚之大声地说 外省想要娶他娘的侄女 那自然该先轮着我家闺女 又怎么会是你的女儿占了先 你还说不是你家闺女 抢了我女儿的亲事 米省之气得脸都白了 胡说八道 贱南俊光夫人 直接向我们夫妻提得亲 哪里有旁人上市 你张口就诬蔑别人 还有没有天理 米肚之哪里肯听 反而扯着他的袖子说 我们到衙门里平里去 你女儿抢了我闺女的好亲事 还问我有没有天理 米省之气得浑身发抖 幸好这院子只有一尽 米夫人在后头听得动静 赶忙打发了人出来阻拦 又叫人去换了这院子里 侍候的门房过来 那门房是建南侯府派来的 比别人更有底气些 又恰好是个旧仆 多少知道些 米氏娘家继母弟弟的糟心事 当下就拦着米省之嘲讽道 米舅爷也太往自个的脸上贴金了 我们侯爷几时说过 要娶亲娘的亲侄女来着 原是我们老夫人看重 二舅爷家的姑娘贤惠 才为侯爷提了亲 我们未来侯夫人乃是官宦世家出身 贤良淑德 正匹配我们家侯爷 米舅爷家的千金 却不知是个什么身份 也不打盆水照一照 竟也敢肖想做侯夫人了 米省之虽只是杭州之府 却是个四品官 皇长子娶的妻子 也只是三品官的女儿 米盈之嫁进侯府 这出身也不算低了 可米玉莲的父亲 却半点品杰巨无 是个因罪丢了官的闲人 他如何能与米盈之相比 光从出身看 就无论如何也配不上贱男吼了 米肚之眼见着在座的人 都纷纷点头认痛 心里一冲动 便随手扯下腰间一个玉佩 痒了痒 脱口而出 我姐姐生前就给两个孩子定下了婚事的 我连表记都有呢 就算我如今不再是官身 这亲事也是铁板钉钉的 若侯府嫌平爱妇想变卦 我就上官府 告他们去 米肚之闹这么一场 固然是冲动所致 但在场有那么多人目睹 也不是说压就能压得下去的 米肚之本人又有心脑大 所以米肚之气得半死 却又拿他无法 若是直接把人打发出门去 又怕他在外面乱嚷嚷 就算事情到最后 能还得他家一个清白 女儿米盈之的归欲 却已受到了损害 米肚之只能急速命人 将事情报到建南侯府去 事实上 他心里也有几分疑惑 难不成米氏生前 真个与娘家弟弟许下过婚蒙 否则米肚之 怎么敢胡说八道 若果真如此 就算再可惜 就算他再爱惜赵伟人才 也不能将爱女许给对方了 正月里 衙门封闭 赵伟正好在家 陪着祖母张氏 与妹妹赵秀说话 商量着要如何办婚事 派到米家小院的仆人 急速赶来禀报 赵伟起初也没提防 只当是米省之夫妻 那边有什么吩咐 就直接将人传进了院中 等那仆人将事情原委一说 他就不由得勃然打怒 胡说八道 张氏有些慌神 这是怎么说的 你们舅舅几时进的京 我们怎么不知道 赵秀心里也奇怪 但瞧兄长赵伟眉间微醋 似乎对这个消息并不怎么意外 更多的是恼怒 便猜想他早就知情 哥哥 你知道舅舅进京的事 赵伟有些气愤地说 我还不曾从江南回来 他就已经到了京城了 几次三番想住到我们侯府里来 因我们祖孙三人都不在家 门房的人不认得他 不肯放人 他便带着一家老小 在外城 另宅居住 后来我回了京 他也曾上门求见 只是我想着以他的性情为人 找上门来 定是有所求 米肚之本是因在刃上犯了大过 方才丢了官的 山东一省的官员 看在建南侯的面上 饶了他一命 让他平安脱身 就凭这一点 赵伟自问 自己这个外甥 也算对得起舅舅了 但米家母子二人 不像是懂得分寸的人 只怕还要来求官 又或是求财 建南侯府若收容了他 他日后仗着侯府威势 在外头胡作非为 岂不是败坏了建南侯府的名声 赵伟将自己的顾虑 向祖母与妹妹解释清楚 又说道 舅舅吃了几回的闭门羹 想来已明白我的意思了 他不说打消念头 老是回乡安居 反倒跑去明知书馆 散播谣言 诬蔑于我 幸好前来书馆的学子们 都是明事理的 不曾信他 没想到 他一记不成 如今听闻我与二堂就联姻 便又上门使坏 这口气 我是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的 他好不容易才能定得米营之为妻 米肚之居然要坏他的姻缘 就算是舅舅 他也不能原谅 张氏与赵秀 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张氏便有几分埋怨 你瞒着我们做什么 若是早知道他在京城 好好地打发些银子 送他回乡 也就罢了 那等穷途陌路之人 最是凶狠 只因他没了前程 也就没了顾忌 即使胡作非为 结果也坏不到哪里去 我知道你们兄妹都怨他当年无情 我心里也怨 可他如今都落到这个地步了 何必再与他计较 随便送上千把银子 急匹 齿头 客客气气地送他走人 叫外人知道 我们也落得个宽宏大量的好名声 若是他不愿 叫人压着他走就是 怎能放他在外头胡说八道 赵伟心中自知疏忽 低头认错 不过他现在最重要的是 还是把米肚之所谓的婚约给解决了 不能让对方真的在外头乱说 坏了建南侯府与米省之两家的名声 然而话又说回来了 米肚之怎么会忽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米氏当年绝对不曾答应过什么婚事 就算是米老太太与米肚之有益 当年后者不过是个欺品芝麻官 赵伟却是侯府嫡孙 两家门不当户不对的 如何能说亲呢 他们提米氏也不可能答应 但那表记却不知是怎么回事 赵秀审道 这有何拿 我们一起去问个究竟就是了 德瑞真的是在撒谎 大概是想钻母亲早逝的空子 先放着祖母在这里 祖母说没有这回事 谁能反驳 张氏一想也对 只是他的意思与赵秀有些不同 叫他们来府里对治便是 赵秀便劝他 唐舅那里还有几位客人呢 也算是个见证 就在他们面前将此事撕掳开 以免得他们不清不楚地走了 却将这事传出去 坏了米家表姐的名声 况且我们主动上门将事情说清楚 也是表达我们家对这门亲事的诚意 免得唐舅书呆子脾气上来 为了不损及 米表姐的清明 就退了亲事 张氏连忙说 那可不行 我们去便是 赵薇有些过意不去 大冷天的 为了孙儿的事情 却累得祖母奔波 张氏笑着打断他的话 休要做小儿女状 你的亲事 是祖母心中最要紧的一件大事 不过是多走两步路 能累到哪里去 赶紧过去 将你那荒唐舅舅的谎言 截破了要紧 祖孙三人便分别骑马乘车 骑往重文门外的小院来